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品封大中华投顾的蔡丰盛老师 欢迎您 明乐好 大家好 午安 第二位是连前文总顾问 欢迎您 各位投出位 大家好 明天的盘式要怎么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各位 你觉得台湾股市公不公平 各位 你有没有自己想过 有时候你看到大盘或者是一些正面性的一个消息 你去做一个买进 但是他开始给你跌跌跌跌不停 有时候你看到法人 明明就是看空这个台股 或者是看空这个个股 但是他一直买买买买买 你在一大堆口是心非的一个法人面前 或者是报导面前 你要走出一个真正能够获利的方向 各位难不难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真的很难 尤其目前台湾股市在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 很多财狼虎报都跳出来 都想咬你散户一口 你说还要在这个 整个的春节前 好好地赚一个红包 难不难 怎么办 各位 在这么不公平的市场 你要怎么办 你可以自己成长 但是要走十年二十年 才能成为专业投资人 或者是直接找专业的人 来当你的靠山 就两条路 不然你要怎么解决这个不公平 这不是你我的事情 这不公平的现象 已经存续了四五十年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到蔡老师 为什么这么用心地做节目 从盘中 十二点十五分 来跟你讲 包括现阶段你看的一点半 以及腰访的节目 你这样 全部的一个接受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观念 你应该认同 蔡老师的专业 能够帮你赚到钱吧 就印证嘛 对不对 也许蔡老师讲得很好 但是不准那也没用嘛 准不准你自己看嘛 这是今天 我相信啊 盘后一定会有更多的报纸在写南亚科啊 为什么 跌的时候 整个股价下河的时候都不讲 因为今天南亚科大涨 南亚科大涨啊 南亚科大涨啊 然后呢 就开始解读啊 可能利空出境啊 那为什么他当初在跌的时候不跟你讲 可能啊 他早就利空出境 你要逢低买进 因为他下沙 有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啊 那这种股票 各位 南亚科啊 310亿的股票 这种股票才不会去害到散户嘛 如果他真正的能够反转的话 对散户你才有帮助嘛 各位对不对 不然你看一下其他的个股 难道不是在人踩人吗 你一天到晚 你可能都是在看啊 谁伸手比较灵活 对不对 赶快卖出之后 然后不要 不要什么 不要现在里面 那你不是压到 压到后面的一个三亿投资人吗 各位 那你一样成为财狼虎报中的一员吗 做股票一定要这样的奸诈吗 各位 没必要吧 2408的南亚科 昨天的法说会在这边 我们一步一步来验证 2018年全年每股获利达到12.8元 配发率渴望 达五成以上 当然这些东西啊 昨天公司派有讲都还要经过董事会的确认 蔡老师只是把昨天的法说会的情况跟你做再一步的一个验证 如果配发五成的话 12.8元 那现金股利是不是超过6.4 对不对 依照目前不到60块的一个股价 现金殖利率高达11.32% 以上就是今天大涨的原因 各位 那我再问你好了 那什么时候是低点 什么时候是低点吗 来各位 这是上礼拜蔡老师跟你讲的 来个你看这边 记忆体厂商获利将在2019年第二季触底 2019年的下半年直稳 并且在明年2020年复苏 美光率先的表现优于市场被调高 上礼拜我领先市场跟你讲 然后礼拜一来各位 1月14号南亚科回档了两天 我再跟你强调礼拜二要法说会 礼拜二的下午1月15号 2018年EPS超过12.5元 来各位 昨天公司派公布12.8元 蔡老师有没有 有没有在照顾股民 来各位 那时候股价多少 52.2 今天的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来各位 你看到57块2 两天的急掌 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握 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公开的让你印证 我带领我的学员朋友 好好的把握 这就对了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看一下2408的南亚科 昨天我就跟你讲 法说会热闹登场 你今天再要去看一大堆落后的报纸 你想要能够赚到钱 太难太难了 就回到我跟你讲的 不公平的市场 你只能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 你才能赚回来 上礼拜四晚上 正好蔡老师上全人事务所 来各位你看一下 全人事务所 晚上11点到12点 我主讲台湾股市两档股票 3008大立光 各位 有没有大涨你自己看 各位是不是 3280今天已经来到了3655块 我另外一档压在这边 你看一下 2408南亚科 你说为什么蔡老师的节目 那么多投资朋友在看 你现阶段一点半 也唯一的只能选择 蔡老师的节目 来接收市场上最专业的节目 不然呢 大立光今天1月16号 再创新高 为什么低档不讲 大立光创新高 每个都要讲 来各位 低档谁在讲 蔡老师在讲 1月4号 2号 3号 4号 正好台股破底的那一天 记不记得 大立光最低点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我说补足了最后缺块 大立光南瓜的所有手机厂订单 三星A系列拿进来了 明年2019年 也就是今年2019年 三镜头渗透率 18年1% 1500万只 19年今年14% 2.1亿 2亿 1千万只 明年27%的渗透率 4亿1千万只 在快要破底的时候 我依旧跟你讲 买大立光就对了 你相不相信 来各位 大立光12月份营收公布了 最低的 连续9个月的一个新低 然后呢 我跟你讲 这不重要 因为利空出境 对不对 然后呢 法人 法人一样更贼 来一个讲好 一个讲坏 总是会对 那下次可能就换麦格里对 然后大和就换错 反正都在演双簧嘛 你不觉得吗 各位啊 你在台湾股市这么多财狼虎报里面 你说今天看他们的报告就能赚到钱 那他们赚什么钱啊 他们还不是要害你 不然呢 各位 你再看看 今天的三镜头出来了 研究机构群制的一个咨询 这个机构 他发表了 2019年全年 全球资源三社 含透辅 飞时测距的智慧手机 会两亿三千五百万支 原先预估两亿一千万支 华为今年 三镜头的手机占31% 三星占16% 苹果占20% 今天大力光拉上去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昨天蔡老师跟你讲什么来 各位 昨天礼拜二 正好蔡老师第25集 五七金钱报 你有没有准时收看 我不知道 反正有准时收看的好处 不断 昨天蔡老师讲 寒假最佳去处 台北国际电玩展 1月24号下礼拜四开始 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讲 因为今天开始 就会密集的什么 记者会 记者会开玩 十场的电竞大赛 所以你后面几天看的报纸 一定就如同蔡老师 昨天晚上跟你讲的 全部都是电玩展 全部都是软体股 全部都是电竞题材 各位你知道吗 这就是股市 所以你唯有很经验专业 你才能够抢先人家 占领一个什么 抢占先机 关键的旗子 你要先下在那里 让人家来帮你抬轿 就像南亚科一样 不是公开让你印证吗 就像大力光一样 各位 你说昨天跟你讲什么电竞 各位这些东西 我不用再附送 各位 我都放在 屏风大中华生活圈 各位 昨天讲什么 3083的网融 次贯的子公司 配合忘记效应 各位今天 来各位 3083网融 就这样 来有没有突破 带亮走扬 上季线 你说蔡老师 是不是散户最好的朋友 你自己去看 上礼拜二讲什么 美股市值大争霸 美率 一直到今天 来各位 都还在持续创新高 美率不敢买就不用做股票了吧 蔡老师会用美率去害散户吗 更不可能的是 所以你来看看 这是第25集 台北国际电晚展 上礼拜二美股市值 再上上礼拜二讲升息 跟你讲台湾的金融股 不要去碰 你看金融股今天一直还在破底 你有什么感想 各位 股市永远不公平 你要弄到一个公平 你合乎的 不要说出钱的专业 就是你大概想说 把钱放进去股市 你能够赚钱 那个时机点好像也不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为什么是散户的守护者 自己去看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不管任何的盘式 包括现阶段也一样 圆月红包很难赚 不要以为圆月红包很好赚 每个老师每天都跟你讲 掌停板 你一看你也知道 每天都在做生意 蔡老师没有 蔡老师跟你讲 圆月红包要拿专业来换 各位认不认同 你要怎么抢先占有 抢占先机 拿专业来换 所以我跟你讲 抢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怎么买进好的股票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一挡一挡的一个什么 赚不停 一包接着一包的什么 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一通添话 蔡老师全心全意帮你忙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会来我们继续 请蔡老师帮大家 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燕心帮 这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刚刚蔡老师利用 碰闲的时候 看了一下手机 蔡老师 这个老涛兄弟会 里面一个好朋友 Erik 正好发过来 说在电视上看到我 没错 我就是阿舍 所以在这边 跟我的好朋友说 生新年快乐 那回到了台湾股市 各位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对跟不对 其实都有很多的计谋在里面 你今天只是单纯的 想要说在股市里面发财 各位很难很难 为什么 市场不公平的东西太多了 计谋太多了 陷阱太多了 包括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都不见得是真的 人家说的一件事 眼见不见得为凭 你说你在股市里面赚钱 各位比登天还难 那怎么办 你再来看看吗 今天的一个什么 台湾股市 其实你只要跟对 不敢讲说 蔡老师丰盛概念股 但是蔡老师丰盛概念股 真的今天好多只股票 都创新高 开心的不得了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开心 我就忘了提醒你说 什么个股要注意 各位对不对 你来看一下 这股票是不是散户 大部分也算是家传股吗 富方金控 1223亿 对不对 破底 我只能讲加油 我不能讲说 他破底很好 蔡老师不会这样 在伤口撒盐 那是张慧妹的歌 我不干这种事情 我只是跟你讲说 有一些好的东西 你要把握 逢低把握 逢回把握 但是不好的东西 你说你要去当救世主 那不可能 醒一醒吧 各位 不用泼冷水 你去外面 穿一个什么 一个内衣就好 不要穿外衣 你看会不会感冒 你去外面清醒一下 各位 你看一下所有的一个什么 金控 因为受闲股 2000亿的一个什么 汇兑损失 全部都认裂 都在12月份 熬到12月份 全部都要丑媳妇见公婆 所以现在金融股破底 破底 我之前就跟你讲 台湾股市金融股 有一个支优生 叫做2809的金陈寅 他很擅长 这个美债的什么 长短期利率的一个什么 spray rate的利差的一个操作 但是他今年也赔钱 为什么 因为利差倒挂 他都没钱人看 金控老板讲说 我很奇怪 12月份玩什么 不要说玩什么 在海外投资什么 赔什么 各位你知道吗 这就是实况 所以你说 元月行情 元月份的红包 要怎么赚 很难赚 拿专业来赚吧 各位 富方金破底 各位对不对 而且蔡老师跟你讲的是在 第23集 12月25号 去年最后一次 欧日英台 不升息的省思 再跟你讲 整个的一个什么 台湾股市的金融股的未来 一切的东西都不用跟你争 都放在蔡老师的什么 五七金钱包里面的 屏风大中华类生活圈 免费让你加入 那我跟你讲说 散户 投资朋友 你要摆脱散户的宿命 就是要用赢家的思维 赢家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台股 你看看蔡老师 是不是赢家 各位对不对 我希望 很多东西 你可以先复制 你后面再求一个创新 各位知道吗 先复制 后面再创新 你今天去抄袭一个作者的文章 你给他抄袭 你去抄100个名人的文章 人家说 你这个好像诗人一样 你去抄袭1000个名人的文章 你已经变大文好了 所以说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说你很喜欢写书法 你去临摹 颜真卿的 柳公全的 各位对不对 还是赵孟甫的 你临摹到之后 你不是制成一家吗 但是你首先也是复制 你也是要复制 颜真卿的笔迹 柳公全的笔迹 赵孟甫的笔迹 更不要谈赵孟甫的山水话 各位对不对 你看一下3034的一个联勇 60亿 IC设计 OTC的股票为什么跌不下去 明明升级股8436的一个什么 大疆都在跌了 为什么跌不下去 因为IC设计挺住 那法人对IC设计是最有兴趣的 所以说法人也引诱进来 所以你今天看到大盘跌42点 很简单 起始结算 而且根本不损及季线 这有什么好怕的 9800失守 昨天9800也只不过多涨6点而已 9800很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季线都已经站上了66点才重要 不就得了吗 今年的一个什么 景气 TDDI 联勇 去年3.8一颗 今年放大5.1一颗 受不受惠 当然受惠 那不就得了吗 你今天就是要做这些产业面 明朗的 这里面就比较没有财狼虎报 要去害理啦 所以各位你听进去了没 不要一天到晚看人家 陷阱说会涨停板 然后也没什么量 那就是请君入后嘛 就是希望你去追最后一只老鼠嘛 有的人一买三年解套 有的人30年还没办法解套 华应 华应19年就下市了 没办法让你放30年 可能会下市 但是我保守一下 各位 就跟你讲2018年年底是最后的一个什么来点 19年 20 21 22 全部未来四年的产业前景这么的明确 那你看看今天3034的联勇会不会创新高 一定创新高嘛 包括我跟你讲 封装的6147的奇邦都联动 你看联勇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各位对不对 你看一下6147的奇邦蔡老师应的时候 因为我提早出门嘛 还没办法看收盘嘛 还收在635咧 那收在635很关键啊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有效压力631啊 635 631站上去之后代表645必过嘛 所以所有的动作 我告诉各位都是人家的阴谋跟阳谋 凑出一个所谓的大计谋在坑杀散户 你今天身为一个散户 你要赚到钱真的要主上积德啦 真的啦 不然真的陷阱太多 你怎么会赚钱 大家都希望散户赔钱嘛 自贸 蔡老师跟你讲了 你看都在季线以下都是黑的 我跟你讲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你都不相信 昨天自贸拉到多少 昨天自贸拉到122 今天自贸拉到多少 昨天拉到123 今天拉到125 自贸 自贸 我就已经跟你说过嘛 你看法人都一直买 你今天去买蔡老师丰盛概念股 法人一直买会不会涨会不会赚 不就得了嘛 蔡老师有一天到晚在跟你讲说 你赚你吗 快点快点 你啊 晚来可能涨停板就跑了 股票不会飞啊 那都是在 那都是在 夹饭化修啦 拿专业出来真的赚不停嘛 6176的一个瑞宜 对不对 HomePod iPad 背光模组 各位是不是 今天呢 是不是一样股价再创新高 1月16号 89块7 收盘收多少 数字很漂亮 3个8 今天看蔡老师的节目的 蔡老师跟你解瑞宜 看到88块8 我希望各位明天都通发发发 明天礼拜四 台积电 今天压盘的重点 这更好笑啊 外资一直在调价目标价 一直在买 每个都以为是张雨昇 在唱狗口是心扉啊 各位 都说买买买 自己在买买买 这也没违法哦 谁叫你要听他 就一直买一直买 昨天也买一万多张 我就跟你讲 全球的半导体都有问题 只有台积电 因为台湾也靠他 今年24%的一个成长 因为台积电五奈米在动工 你说老师啊2019年动工完之后 2020年 你不用紧张 三奈米环平都过了 明年再动三奈米 一样丢超过200亿美元以上 6000亿台币 全世界有什么能够跟台积电比 三星省省吧 各位啊 不要再讲三星啊 跟IBM这次没联手 换三星就要淘汰了 七奈米都做不出来 各位 加全 纪线之上 多方集结 持续的一个养空 知道吗 等纪线上弯 多方集结 集结号一吹就拉上去了 这一次的一个台股非常漂亮 为什么很漂亮 节奏一买一卖 一买一卖 今天可能又微幅的卖超 挺好的啊 各位啊 破底翻 先蹲后跳 蔡老师都提早告诉你 提早跟你预防好 你所有的东西通通不用啊 很麻烦或者是说很紧张 有专业在 就像我告诉你的 市场永远不公平啊 每天都希望下出你的心脏病啊 让你的股票全部套牢啦 这就是市场的什么 原罪也好啦 或者原意也好 但是你有专业你不会慌嘛 就像飞行员一样啊 飞机飞机要掉下去 那是在掌控 那是在转弯 那是在落地 那是要降落啊 你不是飞行员 你当然会怕 各位想说飞机要坠毁了 所以说各位啊 好好的一个什么 想清楚 真的有专业的话 你可以啊 很轻松 很惬意 来把自己的投资人生啊 走得啊 很尽善尽美 寻找让头上的产业 5G 新能源 供率半导体 生物辨识 Type C 生技股 都跟财报家的股票 包括我跟你讲的寒假概念股 股市就像一个大海 能够捞到鱼的 屈指可数 十只手指头都用不到啦 可能台面上不到五个老师会赚钱啦 所以你要选好啦 各位 好好的把握蔡老师 带领学员朋友 做丰盛概念股的观念 一切的东西就五个字 让专业的来 圆月红包行情不等你 今天不算 圆月剩下十个交易日 1月30号封关 你要不要赶快抢先占有 把红包一包接着一包的赚不停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走 跟着蔡老师来挑好股票布局 让你一包一包的红包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一通添话 让蔡老师全心全意帮你忙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中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感谢观众朋友